好我们在这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调我们的动画 好 在调动画的话我们 我不会在直接在layout的这里timeline上直接调动画 Brender已经有他的预设的 模组了这里按 Animation 这里他已经帮我们 切换到这里的timeline有了并且 开了一个dope sheet 的视窗以及我们摄影机的 画面摄影机的画面其实他就是像之前这里我们准备我们把camera模式塞到这里他自己摄影机就会想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切回来他摄影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启动了摄影机现在在这里 好这里我们的3D的视窗 好 这里就可以开始调动画 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的 在我们的时间轴 然后我们之后这里我们要调的是 循环的动画 所以我们动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影格格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这里看一下 预设是24格像我的话习惯是30格我们把它切到30格 然后每秒 30格的速率来看我们的动画 不是看了之后他输出就会以这个模式去输出 好像我们的我们之后动画loop我预计大部分是40 40格 所以我们这里 为了因为我们按空白键播放他会一路往后播嘛 我们按 add and 我们把感染40 这样他就只会在这个 浅灰色的地方这里去 循环他的动画 好 来我们现在就进到post mode我们可以开始来调我们的动画 像一开始我们来做blocking做大的动作我们就只控制我们的 root整整体的移动 好 set key 我们一样复习 我们面板 我们可以在这边右键 set key 针对我们的某个轴向去set key 像我们现在这个要动作是要做 位移是做z轴嘛 像 我知道我目前这个动画我只要做 z轴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说起来 为了自己工作方便 其实当然我们之后的动画可能可以 不只调z轴 我们当然就 这里再解开 或是 你不是做loop动画我们这里都可以 自行做调整 这是方便自己 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这里 这里针对 insert keyframe 是针对所有的 影格 如果是single keyframe 他就直接针对这个影格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对第1个射key 然后我们要做循环动画 所以 但因为我们这里循环动画其实 弹跳的话其实很多重点会是在 碰到挤压的这个瞬间 所以我希望把挤压的瞬间放到中间格 这样我在做loop的时候我只要 就可以比较好控制 但因为是循环所以其实坐在前后都没有差 所以我在第1格我们要往上移动 这里时候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autokey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调控制器 他就自动把key设好 不用我们 调完key后又要再按一次setkey 好我们gz 往上位移 让他调到这么高 好他这样就自动设key 我autokeying他的 不能说是缺点他就是会针对你说 xyz轴他只要是transform的部分 他会全部都记起来 那我们之后之后动作条 我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的key 再把它删掉 我们shiftd复制到最后 按空白键播放 好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注意要fps 他的播放速率 有没有 大于我们的frame rate 如果低于我们frame rate可能代表你电脑效能不太好或 不够好 或是你的动 整个模型太 复杂但以这个角色来说其实是不会 所以其实 我们要这样确认说我们这样我们看到的速率是不是真实的状况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能我们就会需要 用画面 Render Preview 我们View这里可以 Render Animation View for animation 他就可以把我们的视窗 算出来 画面视窗算出来就可以 看到我们 最终的动态 我们这里看View 当然你在哪个视窗 使用的话他就会用哪个视窗去 算 RenderAnimation 然后这里他的输出是如何输出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 我们这里 我们今天做了第1个 大的动作 好 一样 跟之前鸡蛋的状况一样 目前他因为他是 均速 用curve的方法均速上下 所以其实 落下的感觉其实不太对 所以第1个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 我们中间的keyframe 我们来 按ctrl tab 开一下 shortcut ctrl tab 切换到curve 按home键 他这里的速率他这里是 到接近 碰到的时候他又缓 速度缓下来 所以这其实不是我们要的 影格所以 我们要 dope shoot我们这里可以按 v 我们把vector handle type 我们改成vector 直线 Ctrl tab 这里 然后 往下撞了这个 还有弹的感觉 当然这个 弹跳的感觉我们之后 再来做一些调整 这目前我们做第1步 对我们的动画座的第1步的blocking 很大的动画的设置 3 7 9 8 9 9 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